我们再来看看最佳男配角 那同样是首次获得提名的王一博 那近日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热议 王一博他自己带来的这样一个争议 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 他以前是偶像出身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从偶像转型到演员 这是一个过程 那么回到他在《无名》这个片子里边的表现 我个人觉得 就是至少在导演成尔和这个前辈梁超伟老师 影响和这样的指导之下 王一博本人对于这个角色的完成度 我觉得还是很高的 当然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言论 说是王一博怎么能跟其他的提名的 这样的一些老前辈去相提并论 我想说的就是在于 评讲不一定非得要这些人相提并论才好 评讲他本身来讲 是要考虑到多元化以及多样性 鼓励各种各样不同题材的电影 鼓励各种各样不同年龄段的演员 来到他的创作之中 去积极地贡献更好的表演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